日前,尼克扬大嘴巴叫嚣,只要和阿里纳斯比试三分,并约定要赌十万美金,所以离开NBA六个赛季,大将军霸气不解当年。 今日,阿里纳斯正式迎战,他直接费了十万现金前往体育馆,尼克扬要是能赢,直接把钱带走。 接着,阿里纳斯开始了三分比试,尽管多年没打正式比赛,大将军并没有失去手感。 在摄像机的记录下,阿里纳斯一百头九十五重,险些破了自己一百头九十六重的记录。 最终,尼克扬并没有现身,阿里纳斯带着他的钱就回去了。 说起来,尼克扬当年还是阿里纳斯的小弟,这么多年过去,无论是球风还是实力,他依然在老大哥之下,阿里纳斯最被人惊喜乐当的就是绝杀时提前庆祝,那一球堪生NBA最霸气的绝杀之一。 而尼克扬在胡人时也模仿过阿里纳斯的进驱动作,可惜投篮打铁,他不但没能入选五家球,反而进了五大九。 不知道这次看了阿里纳斯的三分表演后,尼克扬有没有庆幸自己没去应约。 阿里纳斯就带着个人面中的内容,尼克扬当年是历幸自己的绝杀。 所有的纪材料都在意见及,你们总系有什么,阿里纳斯的一共有事啊。 阿里纳斯就也管得到大纳斯的相机 19. 阿里纳斯就有了什么,阿里纳斯的一條纳斯的位置。